意味性皮膚炎案例 我的皮膚病已經26年 在國小五年級開始 手部就有濕疹 那些都會拿類固醇藥膏給我擦 可是擦都完全沒有中斷過我的皮膚病 到後來類固醇的藥膏越擦越強 今天也試過很多中藥的調理 雖然有些稍稍有改善 只要一不吃馬上就會來 我記得我在中學時代 我的手真的是又癢又痛 往往到清晨五六點的時候才睡得著 像我是一個很喜歡運動的人 皮膚真的太嚴重 所以我也沒辦法打球 我一去運動的時候手就會乾裂 我最嚴重的時候啊 我從這個頭皮到腳底 全部都有一味性皮膚炎 我連穿一件襯衫的扭扣都沒辦法扣 最嚴重的時候真的就是這樣 我還要請別人幫我幫我的頭髮 後來我就看了一本書 它上面就有提到說 類固醇是壓抑而且沒辦法根治 到後面還會有反彈反應 我覺得它講得很有道理 很強的類固醇擦也沒有效 我就把這個類固醇停掉 停掉之後我就發生了非常嚴重的反彈反應 就是從我的頭皮到腳底 全部都有一味性皮膚炎 包括我的脊椎整個都是黑的 屁股全部都是爛的 因為我的癢或是痛我去抓它 它就會流血 衣服都血跡斑斑 2015年11月底的時候 我一個很好的國小同學 因為國小的時候 他就知道我的皮膚狀況非常嚴重 我一直都還被我的皮膚的問題困擾著 他後來呢就一直跟我說 你去原始點看看 我剛開始還跟他講說 中西都說這麼難治療的病怎麼可能 他說真的真的你去看那個原始點 有人皮膚病治療好 因為那時候我就想說很忙 沒有去看 可是因為他還不斷的跟我訴說 有一天在辦公室去查這個原始點的網站 看完張西演講之後我覺得很感動 後來就自己前來開始學原始點 宋師兄跟我講說我是寒 可是我自己去看中西都說我是血熱燥熱 怎麼會是寒涼的體質 可是呢 宋師兄那時候教我敷那個薑泥 那時候我的手部的傷口還非常的嚴重 可是敷了這個45分鐘之後 感覺就會很舒服 我那時候就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 回家之後啊 幾乎天天都是請我媽媽幫我倒薑泥 再敷上這個暖暖包 我知道薑湯是熱源的一種 可以喝一點薑湯充熱源 如果某天喝薑湯比較少的話 熟的薑源就會比較少 所以呢我還是很勤著喝熱源 那之前我就有發現 有運動的傷口復原的比較好 後來為運動方便 就去我們家附近的捷運站 每天去爬樓梯 剛開始的時候體力真的很差 爬了三趟就氣喘吁吁 而且會覺得非常不舒服 我大概一個禮拜加個一趟到兩趟 就這樣一直加下去 到後面有時候這一次我可以爬到25趟 那這個一趟大概是四樓的高度 所以我就這樣一直認真的運動 加喝薑湯 避免吃涼寒的食物 2015年12月初開始施作原始點 到了2016年的4月底到5月初 我皮膚幾乎都好了 現在很高興 因為其實我覺得原始點真的解放 我以前真的是我的靈魂都被困在我的皮膚裡 我曾經有想過說 因為我太嚴重我也不想結婚了 因為我不想生出跟我一樣的小孩 我現在認識原始點之後啊 我很有自信的我覺得 我已經完全可以掌控我的皮膚的問題 未來之後我再也不會為我這個皮膚所困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